大家好 我们今天晚上来学习 真实的基督教第四章 第一次神的经文 主的圣言 我们说圣经之所以神圣 是因其来自上帝 是上帝启示的 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圣经的神性在哪里 从字面上看 圣经似乎是一种风格奇怪的拙劣文字 似乎缺乏现代作品中所具有的崇高和清晰的品位 有些人很容易陷入对圣经的错误看法 和对圣经的轻视 他们敬拜自然 胜过敬拜上帝 或者把自然当作上帝 他们是在自己和自我身份的影响下进行思考 而不是受来自上天堂的主的影响 当这样的人阅读圣经时 他们很容易对自己说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这是神性的吗 一个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能够这样说话吗 他的神性在哪里 除了读者的宗教态度和信念之外 圣洁还能从哪里来呢 有这种想法的人脑子里不会这样想 那是主耶和华是天堂与人间的上帝 通过摩西和先知们所说出的圣言 圣经除了是神性真理外 不可能是别的 因为主耶和华自己说的 说的就是神性真理 他们的脑海里没有这样的念想 等同耶和华的主耶稣 对福音书的作者说的这些话 这句话其中大部分出自主耶稣之口 其余则是主耶稣将他口中的灵 也就是圣灵通过他的十二个使徒而传出 这就是为什么主说灵和生命存在于他的话语中 他是启示之光 他是真理 正如以下经文清楚表明的 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耶稣对亚哥井旁的女人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就会求他 他就会给你生命之水 那些喝了我所赐给水的人 就永远不会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们里面成为涌出的泉源 直到永远 约翰福音四章六节 十节十四节 如同生命记所说 这里亚哥的井意味着圣经 主坐在那个地方云南女人说话 因为她就是圣言 生命之水意味着圣经真理 耶稣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若有人信我 正如经上所说 生命之水的江河要从他们府中流出来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彼得对耶稣说 你有永生的道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 耶稣说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 主的话语是真理和生命 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和生命 正如他在约翰福音中的教诲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同样在约翰福音中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类之光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四节 道 是指主 在他的神性真理中的角色 只有他才有生命和光明 这就是为什么出自主 就是救世主的圣经 被称为生命之 鬼源 对不起 四弟兄 喂 四弟兄 我给大家发到群里面 你们看吗 那个我们是新的号码 我那个我已经进不去了 哎呀我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哎呀是麻烦 我现在正在 正在给大家念呢 北京都对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好好好 稍等一下 我马上给你发一下 稍等一下对不起大家 稍微稍微 我得给他发一下 这有点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我现在得退出来 因为我没有 我等一下 他是不是不在群里啊 他 他不看微信 他对了 他不看微信 那个他不看微信 他用的 line 麻烦了 我实在对不起 我现在没法给他弄了 我现在 如果有 有谁能通知他就行了 我实在没法通知了 对不起啊 我现在只能继续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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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啊 刚才他是 他怎么跟你联系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对对对 等一下 等一下啊 我把录音先关掉吧 嗯 他现在不是应该 他在另外 他在另外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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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因为他很少 很少用微信 刚才用微信给我打 我现在通过微信 给他发过去 我们现在继续啊 对对对对 对好 好来好来 只有他才有生命和光明 这就是为什么出自主 就是主的圣经 被称为生命之水源 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 十七章十三节 三十一章九节 救恩的全员 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 永泉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 和生命之水的河流 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 这就是为什么说 在宝座中间的羔羊 要牧养人 带领他们到生命之水的全员 启示录七章十七节 在其他的经文中 圣经也被称为圣所和帐幕 主在那里与人类同在 以西节书三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 然而尘世的我们自己 没有能力信服这些讲述 即圣经本身就是神性真理 神性智慧和生命就在其中 我们的尘世自我 是基于尘世的方式来评价圣经 于是并没有看到这些本质 然而圣经的风格 就是上帝自己的风格 与所有其他风格之间没有可比性 无论他们就是其他那些书啊 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崇高和优美 圣经风格的本质是 其圣洁存在于每一含义和每一字句中 事实上在某些段落中 圣洁就存在于次里行间 因此圣经将我们与主联系起来 并开启天堂 从主那里发出两件事 即圣爱和圣智 或等同于神性良善和神性真理 就其本质而言 圣经就是这两者 因为圣经将我们与主联系起来 并开启了天堂 正如我刚才所说 圣经使我们充满了良善之爱 和真理之志 充实了我们热爱良善的意念 充实了我们领悟真理的智慧 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圣经获得生命 然而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只有为了这两个目的 而阅读圣经的人 才能获得生命 从圣经中汲取神性真理 因为那是真理的源泉 并将所汲取的神性真理 应用于生活中 而那些读经只为提高其地位 和赚取世界的人则相反 建马太福音16章26节 马可福音8章36节 马路加福音9章25节 圣经的灵性含义至今尚不为人所知 圣经是神圣的 因其有一个灵性核心 当我们得知这一点时 我们肯定都会认知并承认 然而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这个灵性核心是什么 隐藏在圣经何处 灵性核心是什么 我将在本章末尾 以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件来说明 那么我现在就来解释 它隐藏在圣经的哪里 圣经又灵性核心 因为它经由天使和天堂 来自主耶和华 随着圣经的降临 原本无法表达和无法感知的神性本体 变得适应了天使的意识 并进而适应了人类的意识 因此圣经具有的属灵含义 存在于其属世意义之中 就像我们的灵魂存在于我们体内 我们知识的思维体现于我们的话语 我们意志的感受体现于我们的行为那样 我可以用物质世界中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进行比较的话 如果我可以用物质世界中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进行比较的话 属灵意义包含在属世意义中 就像整个大脑被包裹在脑膜或薄膜中一样 或者像树枝被包裹在内和外树皮中一样 或者像小鸡发育所需的一切都包含在其蛋壳中一样等等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猜到圣经的属灵含义和属世含义之间存在这种关系 因此这个秘密需要向理智的人说明 因为它在根本上优先于我到目前为止所披露的所有其他秘密 如果按以下顺序排列 它就会变得清晰 一 属灵含义是什么 二 圣经各部分和每一细节都有属灵含义 三 正是属灵含义是圣经的每一个字 都有神性灵感和圣洁 四 属灵含义至今尚无人之道 五 此后属灵含义将只赐予那些真正从主获得真理的人 六 圣经因其属灵含义而具有惊人的品质 现在将逐一展开这些要点 一 属灵含义是什么 属灵含义不是当有人为了支持教会的某些教义 而研究和解释圣经是从圣经的字面所理解的意义 不是这样的意义 这种含义可以被称为圣经的字面和教会意义含义 属灵含义在字面含义中并不明显 它处于内里 就像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身体里 或者我们的知识思维在我们的眼睛里 或者我们爱的感受在我们的脸上一样 属灵含义是使圣经具有灵性的主要因素 不仅对人 对天使也是如此 圣经通过这层含义与天堂沟通 因为圣经的内在是灵性的 所以它完全是以对应的方式写成的 任何以对应关系写成的东西 都有一个最外层的含义 其写作方式就像先知 福音书作者和启示录中使用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看起来很蹩脚 但其本身蕴藏着神性智慧和全部天使智慧 关于对应关系的解释 可以去看看1758年在伦敦出版的 天堂与地狱一书 看看天堂万物与人间万物 和天堂与城市万物的对应关系的处理 你还可以更扩展的看看 我下面要介绍的圣经中 关于对应关系的例子 好 这个那以后还有戏 我们下一次学习再学习那些细节 这个我们每一次不能学的太多 这个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广门兄 OK 刚才上错了那个网了 没有跟大家打招呼呢 OK 现在我们开始 这是叶牧师的这个给我们的点评 我在确信当中 大家都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 来学习和讨论每一个新的主题 当然这是难以做到的 不然我们要用好多年的时间 才能把瑞宇宫的书都读完 我们目前的重点 还是这部真实的基督教 今天晚上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 也就是神的经文 也就是神的经文主的圣言的第一部分 一序言 当我在思考关于这个问题的神圣的经文的时候 我做了一些研究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在1454年之前 圣经的副本非常稀少 他们是手写的 只保存在教堂里边 但是这一切 在1454年发生了变化 到1454年印刷术被发明出来了 这改变了一切 成百上千的圣经开始被印刷出来了 并且被提供给大家 据可靠的估计 自那时候1454年以来 至少有五十亿册的圣经 在世界各地被印刷和出版 每年大概有一亿本圣经被印刷出来 超过了两千一百种 语言 至少有一本圣经 在这个语言当中出现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其他的书 像圣经那样 被印刷的如此之多 或者在世界各个地方 被广泛的传播 自从1987年 爱德印刷公司成立以来 在中国已经印刷和分发了 八千八百万本圣经 但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中 圣经中所说的许多的事情的准确性 受到了质疑 或者被否定 圣经是上帝通过摩西和先知 就是在旧约的先知 以及一些耶稣的追随者 比如马太啊 马可啊 路加啊 和约翰 这都是在新约当中所写的 对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坚守 被许多人拒绝了 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 不信的人和无神论者嘲笑 圣经 英国著名的无神论者 已故的克里斯托夫 西辛斯 曾经写道 处女能受孕吗 死人可以重新走路吗 你的麻风病可以被治愈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还有很多的人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正如我们在广宾刚刚为我们读的 学习材料的第三页当中看到的那样 有些人很容易陷入对圣经的错误看法 和对圣经的轻视 他们敬拜自然 胜过敬拜上帝 或者把自然当作了上帝 因此 他们是在自己和自我身份的影响下 来进行思考 而不是受来自于天堂的主的影响 二 圣经和上帝 今天晚上的教导是圣经 或者我们在这里叫道 当中所包含的真理 是以上帝为其实点的 圣经的真理 从上帝那里降临 通过天堂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身边 圣经是蕴含着全能的上帝的爱和关怀的东西 上帝通过神圣的圣经 接触并深度的触及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拿着一本圣经的时候 我们所拿着的是上帝在各个时代向人类伸出的元首 一直延伸到了几千年前 我们都习惯于圣经书信是由使徒保罗所传讲的信息 而且大多呢都是由保罗写的 保罗希望用基督教的信息触及人们的生活 当你在思考圣经的时候 请想到这一点 这圣经是神在呼唤我们重生 有的时候鼓励我们 有的时候挑战我们 有的时候唤醒我们 有的时候在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提醒我们 有的时候在我们犯错之后 鼓励和安慰我们 而这是非常重要的 历代以来上帝都以不同的方式 向人类伸出元首 发出呼唤 圣经中的真理 就其起源也就是出发点而言 是纯粹的真理 换句话说 圣经当中的真理是神圣的智慧 是超乎任何人的理解之能力的 因此上帝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使他能够被理解 首先是对天使 然后是对地球上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的人们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旧约会有这样的内容 在旧约当中我们读到上帝是一位愤怒的上帝 他创造了邪恶并毫不留情的惩罚罪人 此外上帝还会忏悔 并且改变他自己的想法 但这就是人们在三四五千年前 需要听到的东西 这是上帝与他们建立有意义交流的唯一方式 三 没有其他书能够与圣经相比 我们都可以从其他书籍当中得到娱乐 我们也都可以从其他书当中受到挑战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书当中学习到许多好的东西 而且毫无疑问 其他的书当中也有良好行为的例子 但是没有其他书能够像圣经那样 当通过祷告阅读的时候 能够触动我们的灵魂 没有其他任何书能够像在其内容的意义层面上 提升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举个例子来说吧 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呢 是在撒末尔上 撒末尔记上的第十七章 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儿童年轻人 还是成年人都可以阅读和欣赏 撒末尔记第一卷当中 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 那是在撒末尔记上的第十七章 因此通过这个故事 神触动了正在聆听的孩子的心 使他们记住了小大卫战胜巨人的提记 通过这个故事 神也能够触动年轻人和成年人的心 因此在这个故事里边 有一个信息 那就是尽管我们遇到了大的问题 或者一些邪恶 威胁要打败我们 但我们要相信神 能给我们必要的东西 来克服和击败他 我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大卫和一个哥利亚 另一个例子就是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 那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的故事 耶稣到这两位女士的家去吃饭 玛利亚呢 坐在耶稣的脚下 珍惜耶稣的教导的机会 可是玛大呢 却是忙着准备饭菜 向耶稣反而抱怨说 玛利亚没有帮助他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孩子们喜欢他 但是我们成年人来说 他呢 有一个另一层的含义 就是关于像玛大那样 过多的关注在外在的 世俗的东西的危险性 而没有选择珍珍惜和主相处的特殊时间 我们的内心都有一个玛利亚和一个玛大 例子三 耶稣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骑着驴子 人们冲出来欢迎他 有些人竟把衣服扑在路上 有些人挥舞着棕里的树枝 五天以后 这些人又叫嚷着要把耶稣钉死 你能看到这个故事当中 更深层的树林的意义的东西吗 那群人就在我们身上 他们是糟杂的思想 愿望和希望 这些糟杂的思想 愿望和欲望 把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压在了我们身上 当我们认为耶稣 要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这些想法 愿望和欲望 就会欢迎他 请记住 人们希望耶稣 兴起叛乱赶走罗马人 但是当耶稣没有做到我们 所希望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中同样的想法 愿望和欲望 就会对耶稣失去兴趣 甚至到了让耶稣死去的地步 正像今天晚上的学习笔记 第十五页当中所谈到的 圣经风格的本质 就是其圣洁存在于 每一个含义和每一个字句当中 因此圣经将我们与主联系起来 并开启了天堂 还有在第二十一页 圣经具有的属灵含义存在于其属世意义当中 就像我们的灵魂存在于我们的体内 我们是用身体包裹着的灵魂 师徒保罗写到这一点 恰如格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 教导说 新约不是出于字句 而是出于圣灵 因为字句就是外在的会使人死 但是圣灵就是内在的会使人活 四光明与黑暗 神的话语当中的真理 是世界上的一盏明灯 否则世界就会处于黑暗之中 我们在诗篇119篇第105节当中 读到了 你的话就是主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有谁能想 在没有灯光的午夜走进森林 我们会如何被倒下的树枝绊倒 或者掉进洞里 或者遇到我们无能为力的任何情况 比如遇到有威胁的动物 这就是如果我们在森林当中行走 我们会遇到的情况 如果我们没有圣经当中的神的话语 我们生活的情况就会是这样 五 把圣经当作神圣的书来看待 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了 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基督徒 一位年长的朋友告诉我 他从不在圣经上面放任何的东西 无论圣经是放在书架上 还是放在桌 床边的桌子上 他觉得这是不敬重的行为 我也是如此 多年以后我参加了一次 牧师的会议 会上所有的座位都很低 很容易把圣经放到地上 一位来自杰克共和国的牧师 事后告诉我 这让他很不高兴 因此我从来没有把圣经放在地板上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把圣经中的神的话语 看作为圣洁 我们需要与主一起来祷告 规避神的话语当中 警告我们的错误的生活方式 并且决心在生活当中实践主 在其中也就是神的话语当中 所教导我们的东西 第十页 主的话语是真理和生命 因为主自己就是真理和生命 我非常期待着与大家一起参加 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 在基督徒的户爱当中 我和你们同在 Pastor Ian Ian Moshi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Pastor Ian Thank you Lin That's great Great Wonderful Well that's so clear Can you hear me Yes Yes Thank you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Shawn very very much You always read With a lot of feeling And to you My apologies I was a few minutes late I'm sorry about that No worries But I'm here now Yeah sure That's the many things Can't wait to hear And I haven't been washed away By the rain Okay Yeah Man Thank you Father Yeah sorry I was reading I was reading The young Jackers Question I didn't answer Your question It's fine Tell us what the question is That's important His question is in Sweden The AR His book AR Yes The revelation Chapter 2 and verse 9 5 or 9 9 9 Yes You are rich But I couldn't This is in Chinese Not in English So I don't know The English original Sentence You are rich This is in the bracket But in some Translations There's no such Statement Also in Swedenberg's Interpretation There's no No interpretation For this sentence In the bracket Which Translation Which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s Don't have This sentence In the bracket And What The Swedenberg Cited Which translation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very complicated Not easy To answer Right 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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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ll tell you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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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This is your job I'm not going to translate I won't be a sec Sorry Lin Oh yeah That's fine Thank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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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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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rich they actually do appear in this in the greek oh okay that's the greek there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ey are there in the greek in the actual greek so would you just tell jacob that lynn please yeah 那个雅各啊 刚才伊安找到他的那个 希腊文的那个圣经 you are rich 就是你富有的那句话是在里边 and can i just add this lynn that this part of chapter two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 know your works tribulation and poverty but you are rich and i know the blasphemy of those who say they are jews and are not but our synagogue of satan well just very summary the message is to people who are complaining they are po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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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ly poor but they don't know that they that they that they haven't got the light but they're being told you actually have more than you you think you have and you ought to be obeying it so if somebody comes to you and says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i don't really know or i don't think my behaviour is out of order that's complaining that you're you're in poverty that you don't really know things but the message is you know more than you think and you ought to obey it that's that's the message in that part of the message to the church in smirna thanks thanks jim yes thanks yin 那 yin就是讲这个启示录第2章第九段第九节 他说的这个富有富足 并不是指他的那个经济上是否富足 是好像是说他的这个灵和他知道这个圣经 就圣经的这里边的言语 就是说这段直接翻译过来是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 但你却是富足的 就是这里边就想说的是 你比你想象的要知道的多 Lin here's an example another example you may be called on to do something which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you Lynn of course I know monitor and work with PhD students and sometimes we can underestimate ourselves we say oh I could never do that I could never do that but the message here is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because the lord works with you through his holy spirit and can give you the strength and the insight to do what you're telling yourself or you're inclined to tell yourself you can't do there's an example yeah yeah 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对自己有一些等于是看不到自己有那么多的能力 and then just take that into our spiritual life Lin people may tell themselves and they often do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 could never forgive that person for what they did now that's telling yourself that you're poor that you haven't got it in you to forgive that person the message here is you're again selling yourself short because what seems to be a challenge and a difficulty like forgiving somebody you're selling yourself short because the lord will give you what is needed through his holy spirit to rise to the challenge and to extend the forgiveness that's required in that situation thanks lin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n that's very true 刚才in讲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也是从零从我们这个属灵方面去考虑哈 比如说你对某某某个人讲的这个我要站在你的位置上我是不会这个去啊或者我不能够去原谅那个人的 但实际上呢你呢对自己还是低估了因为就是说圣灵啊给了我们这种能力是能够就是说追随主的言语的能力哈 所以呢就是说在圣灵的这个这个指导下呢你完全是可以做到去这个原谅那个人的哈 所以就是说我们往往就是说对自己低估了以后呢反而不去好像尝试了哈就这意思 thank you yin Could you just ask linn is jacob does he feel that adequate answer yeah yeah 那个雅哥我不知道这个音说的这个也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我看你好像又写了什么 I think I think If I could just get you linn to turn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 understand Yeah book of Revelation chapter 2 Sorry Book of Revelation chapter 2 Yeah Yeah It explains it in verse 10 Well in verse 9 reads I know your works tribulation and poverty but you are rich I know the blasphemy of those who say they are Jews and they are not but are a synagogue of Satan Do not fear any of those things which you are about to suffer Yeah In other words they felt they didn't have the strength to face what was coming Indeed the devil is about to throw some of you into prison that you may be tested and you will have tribulation 10 days Faithful unto death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crown of life So that's verse 10 Explaining What these people though are facing a test They didn't think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deal with this test which was waiting for them But the message is I know it's going to be a test but be faithful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crown of life You will get through it Okay Yeah Yeah Thank you Ian Verses 9 and 10 Yeah Yeah Understand Thank you Ian 就是说下面那一个节 就是第10节 那个讲的是 你不要怕你将来所受的苦 就实际上这是从灵上说了 说魔鬼呢 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面 叫你们受失恋 你们要受患难十天 你要忠心致死 我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 就实际上这个也是 也是这个接着那个第9节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去经受这个苦难 你是有的 你是富足的 你是有的 这个只要你经受了这10天苦难呢 就是你的忠心呢 就是 都很接受的很好 主就会把生命的这个贵免呢 冠冕呢 赐给你 I just see what Jacobs is saying that Jacobs is talking about what Swedenborg explained this particular verse seems like he thinks that mold actually observed their how to say that their sort of are not genuine there is a fit in their poking if they actually live alive with a lab um then can i just cut across a minut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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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e's saying and i've got Swedenborg open in front of me yeah 94 and 95 is no different from what jacob is saying yeah but i just try to put it in our everyday words that many is the time when we feel that we can't meet life's challenges now that's not true that's what we feel and here's the messag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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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not only not true but it is underestimating what working through our life in the holy spirit now that's not true and that's what Swedenborg was talking about in this book which jacob is referring to yeah yeah Swedenborg talks about people who are in untruths and consequently they are not in goods not in what is good so they're giving away to doubt and they're seeing things falsely yeah falsely yeah whatever it needs it is well it looks просid not kind of okay you have the it's нибудь wrong we won't come this and just one other thing he said that that seems like uh sorry uh yin did i cut you off yeah go ahead okay the um uh he also said uh seems like sweden books explanation um seems saying that uh the uh i don't know what is the type of visit people uh sure may not control um they true they they basically like of the um love and truth um in this case um that's true as uh you know as the uh poor poverty and uh and something yeah well that's that's exactly what i meant when i said we tell ourselves yeah that we uh we tell ourselves that we can't do certain we can't rise to certain spiritual challenges like temptation or i i i can't face that i can't face it um all that kind of thing now that's not true we tell ourselves that and what we tell ourselves is false but just let me quote swedenborg again about verse 10 fear not or don't fear those things that you're going to suffer which means don't be without hope when you are surrounded by what is sinful yeah basically saying that you're feeling yes poor and um liking yeah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no no it's not true because it is under it's underestimating the lord and that's what that i've just read to you from sweden book where he says it means don't be without hope trust in the lord that we will see you through this temptation this challenge this spiritual difficulty that you're facing don't be without hope you're selling yourself spiritually short yeah i think uh yeah that's right um um i think uh uh jackoff also asked that why a sweden book put this um your reach you're actually rich in bracket and um so he basically saying that the the sentence in bracket shouldn't appear uh can i just make the comment that yeah the fact that it's in brackets indicates that those words are not found in every ancient uh greek new testament you know going right back to um the early very very early yea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when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the of the bible in this case in the new testament that well there are several i think it's a four or five yeah and not all of them yeah are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other so to put it in brackets is simply to indicate yeah that not every early greek new testament includes those words that's all okay yeah yeah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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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go this is what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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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is is what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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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is is what uh uh 就是说这个很早的时间 当时的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圣经 它是没有把这句话放到圣经里面的 当时就是说古版的吧 就是说最早的版的这些圣经 它是没有这句话的 但实际上是有的 所以就是瑞公给放到这个括号里面了 亚哥这个是不是就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咋回事呢 我有点糊涂了 亚哥 亚哥我跟你说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吧 我们这夜的时间太宝贵了 不要在这儿问这个问题 你把你的问题你回头写一下 写一下发到群里面 然后我们翻译过来问问问牧师 这样的话可能会准确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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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我讨论一下 我讨论一下 但是就要再讨论一下 他可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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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7 yep and it's about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you'll see that as soon as you start reading it it's from chapter 7 verse 24 to verse 29 and it's about the word of god what we do with it yep okay 下面有多个 book of matthew matthew 7 yes yeah yeah okay let's confirm 马太福音第七章 从第24节到29节 就是在指出 这段经文呢 也是说的这个圣经的言语 从24节开始 所以 凡听见 我这些话 又遵行的 就像聪明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房子 盖在磐石上 雨林水冲 风吹 饶汗那房子 房子 却不倒塌 被 见机在 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些话 却不遵行的 就像愚蠢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 盖到沙土上 雨林 风吹 水冲 风吹 摇汗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了很厉害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耶稣教导他们 像一个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精血家 谢谢 OK Yin I think you need to have a rest Thank you so much OK I'm going to have a prayer then you can leave 大家我们现在时间呢 已经八点五分了 我们因牧师身体很不好 他需要去休息 我们一块做个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子呢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为我们走到你的跟前 来追随你的道路 聆听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知道 今天的这个话题 你的圣经 你的话语里面的灵意和自义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们这些 肉眼凡胎的人 我们想 想不出来的 除非你向我们接受 给我们光照 让我们的心灵 能够打开一点缝 说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的机会 明天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医牧师 要到医院去 进行一次治疗 主啊恳请你 用你的大能 克户他 支撑他 让他的身体 不受病痛的折磨 让他的身体 能够平平安安 让他的心灵 能够和和美美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一位牧师 带领我们 在这些非常 深奥的真理面前 能够给我们 用简单明术的语言 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 主啊我们赞美你 祷告 付你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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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ll the best of tomorrow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Sarah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tomorrow Praise the Lord I can see your face much much better today That's lovely Thanks And your voice And your voice is also very very strong Thank you Sean That's great Thank you Ian Thank you you That's because I'm amongst you people Yeah Okay sure Hallelujah Sean Okay hallelujah If we can keep you joyful and happy and more healthy All of us We can do this every day Yeah That's lovely That's lovely Thank you Yeah God be praised God b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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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t's lovely But now we are all in there We are all in there We are all in there You are all in there I can't go I can't go That's lovely So So I can only I can i can i can continue And my voice of the voice I can see you That's lovely It's lovely I can't see you I don't know you That's lovely That's lovely That's lovely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 可否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谢谢 如果要说话呢 把你麦克风要打开 老师 各位家人 我这是 也可能是第三次 第四次来了 我只是在每次这上课的时间 我要接孩子 所以老师赶不上趟 进来比较晚 我非常喜欢这个课 但是经常时间都错过 今天能进来听一半 我觉得特别的感恩 谢谢大家 我就是那个 在西安市的姐妹 我在这里头是XP号 我是许平姊妹 感谢大家 谢谢 欢迎 刚才那个喜乐 他一听说要介绍 他走了 无所谓 好吧 咱们大家继续讨论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讲一讲 那大家不讲 我就讲了 哦 好 好的 今天的经 就是读的 使功的章节内容 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脑子里 就在想 哪些东西是 就是要我们 自己重点的去学习的 然后今天我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使功的这个书来看了 就是说 实际上圣经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印刷那么多圣经 圣经到处都是 反正我们去旅游的话 你到任何世界上一个旅馆里面抽屉里都是有一本圣经的 那么大家并不默认 但是这个把这个圣经要看成是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的经文 那就是要取决于每个人 我们都是凡身若胎的 就像刚才网兵祷告的时候说的 因为凡心若胎 你这个心就是你在读圣经和看圣经的时候 你这个心放在什么地方 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读圣经的一个态度 如果这个态度是错误的 本身就是崇拜自然的 而不是有这种灵性的 那么这样去看待圣经呢 他一定会去责疑的 因为这个圣经很难读懂啊 然后这个圣经里面 特别是旧约里面 都是讲上帝怎么发怒 然后怎么惩罚人类什么东西 他肯定会有责疑的 那这样的读圣经的方法呢 一定是错的 那么这样你 你也不会按照圣经去做人 你也不会就是有收获 那对圣经的看法 这是错的一条路 那么对的这一条路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从属灵的这个世界来看圣经 这样来看圣经的话呢 才会对圣经有一点点的理解 也就是刚才那个英牧师讲的 就是死工也讲了 就是要看圣经 实际上圣经大部分都是用对应的手法来写的 其实这个以前我们也学到过 这个死工在前面 这个也讲过这些 那么有了这个对应的方法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指导下 来读懂这个圣经 这是对人来说 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么对上帝来说 他也是一种艰难的事情 他怎么样把要整本圣经的智慧 展现给人类 是来怎么跟人来交代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这就是第二点的事情 就是上帝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拿着这本圣经 要像几千年 实际上追踪到几千年以前 上帝就要向人类伸出援助的手 就是要通过这本圣经来向人类 这个但是人类不容易理解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死工讲的 就是上帝用不同的形式 实际上向人们伸出援助的手 圣经中的智慧 确实是没有人能理解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这个有了圣灵的指导 我们才能一点 就像我们这个小组一样 有了圣灵的指导 我们才一点一点 认识这个圣经 那么这个死工也举了很多例子 然后那个 这个印真的是 那些例子 就是圣经当中的故事 它里面都有信息在里面 他今天讲了一个大卫和格利亚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 然后 马利亚和马大的故事 大家也很熟 那每一个故事里面 都有他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不光是从字面上 马大和马利亚 马大在里面做饭 那做人来说 我们城市间的人来说 客人来了 当然是要去做饭 做菜 招待好客人 这就是 成自然 成世界的东西 也是需要的 但是 马利亚就是说 他一定要站在这个 坐在这个上帝的脚边 来听这个上帝的讲 所以今天 硬讲的这一点 我脑子里 硬进去了 就是说 实际上 马利亚和马大 这两个人的心态 和心理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就是看我们 在哪一个方面 更注重 更倾向 更用哪一个 是学马利亚 就是能够 更多的关注 内心的世界 内存世界 就是每一层 每一层 最内层的东西 心灵的感动呢 还是眼睛盯着 属世的事情 可以吃好 睡好 招待好 所以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些信息 吸收到脑子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会指导 我们的每天的 在城市间的生活 这是第三个点 我自己觉得 第四个点 实际上也是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 我们也知道 这个不难理解 我们一直在说 上帝是光 是灯 没有他这个光 照到我们这个地球 照到我们这个人间 这个黑暗当中 那这一片黑暗 那我们是没办法生存的 这个一点 还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说 没有 上帝自然灯 我们就没有路上的光了 我们脚前就没有灯了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四个大点 今天对我来说 是我自己 学习的 很要想深刻 吸收进去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小姨 这个 今天这个 你那个总结 非常到位 这个也给我提了一个 提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概念 结果过去啊 就是讲到 马大和马利亚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总有一个梗 过不去 我是觉得好像 在这个事情上 马利亚坐到那个 耶稣面前光听的讲话 那么一屋子人 都在等着吃饭 就马大一个人 在那忙着做饭 马大埋怨是有道理的 大家都 尤其是他妹妹 他坐在那光听 他啥都不动 马大一个人忙着 手忙脚乱的 他肯定要抱怨 我就觉得 好像要想说服 要想说服马大 说是这个 这个马利亚 接受了这个 最好的东西 而你呢是 你忙成那个样 反而你 反而还要好像 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灵性不够 或者说你这个 对于这个 真理的追求不够 好像这个 很难说服的人 现在这么一解释 哦 原来是这两个人 实际上代表了 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的东西 这样一理解 这是从更深层意义上 来理解 这两个人的关系 这两个人的例子 这两个 这个故事里面 所要接受的 这个灵意 或者是更深层的意思 就非常明确了 也更有说服力了 谢谢 谢谢 所以信息很重要 最近 今天印就是也提到 就是说在旧约当中 就是用了很多杀戮 什么这些 或者是发怒 什么这样的 可以就是这样的言语 描写 原来那个印今天讲的 就是说当时的人们 他们就是对这种方式 就容易接受 就是以这种 或者故事 或者这种方式出现 他们是 就是相对 就容易接受 所以就是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了很多 这种杀戮的例子 开始 这死工讲的太对了 就是你从字面上去读圣经 然后人家人们就会问 为什么圣经要写成这么难读呢 不能写的简单 你让我们读懂吗 那实际上就是说 一个人 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你有没有从灵性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这就像上帝就有他自己的方法 不是我们人自己 人间的方法 我们去读一本小说 去读一本世界名著 哇 那很容易懂 因为他情感 他的语言 都是我们现代人的语言 现代人的情感 所以很容易投入进去 但是读圣经就不一样 就不能用凡人的心去读圣经 那样读永远是错误 对这个人们 我们一直 试图理解 上帝 说是上帝的话语 怎么理解的 从上帝的角度 他怎么写这个书 让人读 你想想 跨度几千年 几千年以前 人的思维习惯 人的认识水平 人的社会环境等等 是什么样的 和今天的人肯定差得非常非常大 那上帝他要他的化缘 要适应那个时代的人 还要能够比现代的人 就是几千年以后的人 还能够接受 他前后能够承接 能有照应 这个里面 这个学问可就太大了 其实不是学问的问题 那就是绝对是社会的问题了 所以看 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们才有了旧约 旧约时代有旧约 新约时代有新约 新约过后 新约时代快要结束了 还有 还有 还有拆开了 使用灯毛来 来揭示圣经的内在的含义 针对不同时代的人的特点 人们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的这种 这个层次 这个水平 不同层面的 不同深度的揭示 当然这也是揭示 当地的智慧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说是 因为人类的这个 不同的时代的人 差别太大了 感谢观看 广兵 这一个章节会 这一章会分多少次学习 好像内容很多的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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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是三次 谢谢 下一章稍微多一点 下一章大概是五次 或者六次 下一章的那个 倒数第二部分 好像比较短 是一个问题 但是好像也就 十三四个这个slide 我还在想 这是不是太少了 在这个 现在 因为要把前后的 这个拼到一块的话 下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反正现在一会儿也不容易 也不方便 我顺便说一句话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布里斯湾这个新教会 每个月我们 我们专门有一个 有一个人 有一个弟兄 他在很远 他好像他在 他负责给我们 专门在这个 整个这个 新教会 全世界新教会 这个方案里面 给我们找这个 学习资料 每一个月 给我们找一份 学习资料 大家就觉得 比较比较 比较值得学习的 这些资料呢 都是这个牧师们的 这个讲道稿 这个 这个月 讲道稿的 题目是什么呢 是 Growing Young Growing Young 我把它翻译成 越活越年轻 或者活出年轻来 我刚把它翻译完 我觉得这篇文章 很有意思 第一呢 这篇文章作者 是一个过世 好多年的老牧师 他是谁呢 是这个 道路 耶稣基督的 内在生命 这本书的作者 大家都看到 这本书了 这本书呢 是完全是 根据守一登堡的 十二卷 巨著 楚天的奥秘 里面的这些 内容 全部摘露出来的 摘露出来以后 然后进行 进行 东河 主要就是讲 这个 创世纪 那个 创世纪里面 所揭示的 内在的 灵异里面 揭示出来的 耶稣基督的 内在生命 在世的 三十三年间 是怎么样 一种过程 如何拨乱 壮阔 这个牧师 他写了这篇文章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篇文章 很有意思 真是很有用 最起码 对于我们这些年龄 大一点的人 到了年老以后 人很容易 沮丧 失望 压抑 等等等等 怎么样让我们的 心灵 能够活跃起来 他举了一些例子 哎呀 都九十来岁的人 都和年轻人一样 他们是怎么样 达到的 等一会儿 我把这篇文章 发给大家 我觉得很有 很值得读一读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因为这个牧师 这个老牧师 他是谁啊 大家知道 那个off the left eye 现在目前 大家在非常 大家在网上能看到 这个节目 这个off the left eye 这个牧师 就是专门 他叫闭上你的左眼 主要就是宣讲 传扬 这个 这个史维登堡的 著作的这些 这些理念的 这个 这个主讲牧师 叫做 Curtis Childs 就是这个 我刚刚说的 这篇文章的 这本书的 这个作者的 孙子 这个 他们一家人 都在 就一代接着一代的 在传扬 这个 这个史维登堡的著作 好的 你把它放到群里 对 我就放到群里 大家还有要说的吗 后来那个斯蒂兄 进来了没 斯蒂兄进来了 现在就在这 斯清乎 你可以看到 SQ 还好 刘老师 我爸呢 刚才的问题 发给你了 微信 好的好的 放到这个群里面 还发给我了 发给你了 但是发给你了 我应该发给玛琳 玛琳负责 这样就是 刚才加上 那个微信 结果是不能同意 所以我发给你了 好好好 以后 以后我发给玛琳 玛琳 麻烦你 还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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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刚才我 看一下 我加你吧 啊 好 因为我 那个 就是那个 呃 还离开办公室 哦 对对对 怪不得 你当时 你做什么工作呀 呃 在一个设计院 哦 也是工程师吗 是的 是的 哦 太好了 哎呦 亚哥 你们的这个 在这种 高级知识分子 成堆的地方 要想 信上帝 好像也不是太容易的哦 呃 呃 只要这个没有偏见 实际上都可以 尤其是 这个 始工的书呢 需要有一些文化 才能懂 我感觉 嗯 不太好理解 也 最主要还是没有 心里面追求 愿意追求的人 对 对 对 有些人来说 那是 简直是 如饥四可的 在学习 像我们的这个 艾米 他就把 只要是能找到的 始工的书 他就 真是如饥四可的 在学习 像那个 那个一滴水翻译的 那个书天天奥秘 翻译到哪 他马上就立即就读了 哈哈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你简直觉得 就没有一点意思 呃 谢谢刘老师 对我们的带领 哎呀 我们学 我学的其实差得很远 有的时候 发言也不周到 所以请大家多谅解 呃 总觉得自己 其实学的 很不好 就尽可能的 多看一眼吧 呃 我都很愿意听 每一次大家的发言 呃 非常感谢 尤其感谢刘老师 带领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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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 实际上我是很惭愧 不要 不要 到以后 今来少说 说谢我的事情 感谢主吧 因为是主建立 这个平台 一定是 在主旨意里边 嗯 嗯 感谢主 感谢主 也祝福应目师 我也不会英语 也不能跟他沟通交流 真的是很感恩 也也为他祷告 愿他的身体 能够恢复起来 能够健康 一直带领我们学习 非常感恩 好 这个我刚才转 转给 马林老师了 谢谢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当时我一开始 好多年前读这个时候 我就感到很震惊 就是讲这个 顺便拿教会的时候 因为咱们传统这个 如果不是读史功的书的时候 顺便拿教会 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他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 因为受逼迫呢 然后他肯定家产呢 都比较比较丢失了 心穷和这个困苦 甚至坐牢 肯定是 他没有啥家产都被充功了 所以说括号那句话说 你其实是富足的 那括号里面说的是 他们的灵性是富足的 原来是这样理解的嘛 对不对 对 但现在呢 史功说 他们实际上是这拨人呢 他们是生活良善 但是教义出于虚假的人 然后后面详细解释 他因为他教义是虚假的 然后呢 实际上他这个良善呢 也不是真正的良善 嗯 那这样的话 一解释之后呢 括号那句话呢 实际上就没有 变得没有必要了 实际上 括号里面 你要说他其实富足的 你解释只能解释他灵性富足 那前面已经说他们是贫穷的 是灵性贫穷 并不是他们 真正的这个 灵性富足 这样的话会产生个矛盾 所以说我理解呢 史功的意思是说 括号这句话呢 是没有的 所以他说没有解释这句话 哦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所以说需要问一下 对 但是你说的那个表面良善 是在那个 是在那个圣经里面的吗 就是说他们 这个史功对这个 施美拿教会的解释 施美拿呢 是代表着一般人 就是他们呢 是生活良善 但是呢教义处于虚假 对 那如果仅仅这样说的话 说明他们还是比较善良的 只不过是他们的信仰不太对 但是史功又进一步解释了 他们这种 因为教义是虚假的 所以说 他们自以为这个自己良善 实际上他良善根本算不上良善 哦 就彻底说明了 他是缺乏良善的 所以说的困苦 对 实际上这样解释 我觉得非常合理 为什么现在生活当中 好多人呢实际生活也很 也很困苦 这个生活生命呢 也也很苦 成天苦恼 然后很苦 原因就是他们思想当中 插了很多很多虚假 对 这个奥秘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但是他们又觉得自己心里很善 对 所以说这个才指出 所以说我估计这个括号这个家呢 是因为这个后人觉得他们是吃苦的 他们实际上是为主吃苦什么之类的 然后括号加个你们是富足的 这是适合我们后人的理解的时候 括号加的实际上原来没有 对 刚才印讲的这个就是说你觉得没有讲到点子 就是说他刚才印的解释 其实还是说是括号里面是有的 实际上他们是富足的 对对对 他低估了他们自己 但是我 我也 那个马老师说完 你说你说 艾米你说 我呢就是读到那个福田奥秘那边 有大概我记得有这么不一定值得他 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笼统的讲一些富足的概念上面 就是他有可能是在就是这个知识上的丰富 但是他理解的错误 他比如说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 然后呢就是理解偏了 形成虚假的交易 其实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他就形成了也是贫穷的 不良善的 但是他是富足的 就是什么呢 他有丰富的这个知识摆在这里 或者很好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知识的环境 比如说像犹太人 那么他们就有很好的就是神的话语在这里 教义在这里 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是外在人 他们并不理解 他们内在并没有打开 所以他那个富足啊 如果按照我学到我看到这个书上的解释哈 就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在知识上是丰富的 就是在记忆知识上是丰富的 或者是外表的这个环境上 这个真理环境是很丰富的 是很富有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真理去理解 就形成了他们的虚假 就是他们属世的知识是很丰富的 哎哎对对对 就是他们就像比如有真理的人 他是很富他很富有的 但是他却是贫穷的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 他是在记忆层面没有真正的内心的光照 然后能够理解这个真理 能够变成自己的 所以他灵力仍然是贫穷的 仍然是那个饥渴的 啊然后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呢 就形成他自己的教义呢 是虚假的教义 不是光照得到神的真理 就是我看到后面的解释 有有关于富足这方面解释 是这样 对就这个当代的世美拿也是相当多的啊 哈哈 怎么一解释 嗯 嗯 那所以说这个刚才艾米这个 你看到是在数天的奥秘里面说的是吧 对数天的奥秘呢 他不是很长吗 他讲一段又分析一段吗 他其中就有有过这样的论述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章节了 嗯 他是说到世美拿了吗 还是咋回事 他不是说世美拿 呃他说到比如说那个好像是那个呃推罗吧 就是经常就是一说到他就是那个经商就是贸易啊 他是富足的呃 诗篇里也有很多一说到他就是经商贸易啊 是推罗吧还是哪还是说哪个来的 就是一说到他就是那个我我我我我推罗和巴比伦都是这样 推罗也是这样巴比伦也是这样 哎对就是说到他们这种诗篇里有很多说他们的 然后就说他们是富足的 一说他们就是经商的 他们是很富有的 但实际上呢 他们是那个在记忆知识层面 呃就是这样说起来的 我记得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他的富有是表面上的富有 其实他的环境是富有的 呃他有这种这种呃 丰富的一种外在知识 对现在这种富有的人也挺多 就是嘴上说的很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真正良善 哦反正我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我刚才在那个那个沃的文档里面也说了 嗯 然后这个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回答 因为周六我要讲讲这个 你想对你想你想确认的就是说这个括号里的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是吧 对因为这样的话只有括号里面没有必要 然后才才能够完全没有矛盾和谐一致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好那个按一牧师的解释原来最早期的那个那个版本好像没有这个括号里这个话 后来加上的 那这个应该说逻辑上来讲也是也是合理的 对就是谁加上的等于没法考证了 对就是刚才印最后讲的就是说就是早期的就是等于是好像古代的就是这个 希腊文的这个原本它是没有那个那句话的根本就没有就像那个雅各你自己现在推理的这个这个状况 后来那个为什么那个瑞公把那个句号画到括号里呢 就是说后来有人加上的我估计那个瑞公瑞公也是觉得这个这个括号里边的话是没有必要的 那很好这个应该是这样这样想这样就这样就更合理的 对瑞公瑞公就是等于是把那个括起来了 括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原始的早期的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其实没有这句话 但是现在现在的就近近近代的这个圣经里又有这句话 所以他给括起来了他括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证明就是早期的圣经里头根本就没有这句话 第二个呢我估计就是说瑞公也觉得这句话是好像是没有像雅各讲的没有必要的 他就给括起来这意思 对对我完全同意我相信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雅各你觉得呢 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过呢我需要这个认真思考之后 不是刚才印是这样讲的最后我不是我给翻译的就是这么翻译的 对对我听到听到他他也劝认说是没有 不过他发个解释呢就是说没有说直接像我这样理解这样这样说 他是说的这个呃其实括号你是富足的就是不要这么自己认为贬低啥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等于说他的内在还是有的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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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跟这个话的意思不一样 我觉得 嗯雅各我就是说啊后来的这些圣经的都有这句话哈啊呃就是可能这个教会也是这么这么理解和和传教教教的 然后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对这个事情他有印象吗 他就是说这是这一意思啊但是要是回到瑞公的书上呢 特地把这个括号上去了 而且而且这个这个印也是讲了就是说真正早期的原始这个版的他是没有这句话的 所以我我估计就是印就是没有说出来就是瑞公就是好像就是特地标出来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早期的那个版本里是没有这句话 你看这这几个教会呢以前在我们教会讲道当中呢我几乎把这每个教会都讲了讲就说就剩下两个没讲 一个就是这个圣美拿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呃呃呃呃比加摩 因为这个圣美拿的不好讲因为太颠覆了 嗯是不是啊太颠覆了 这个一般咱们传统理解就是说因为他们很很忠贞 然后终于主结果呢受逼迫下在肩里 结果呢他们但是呢主说你们不要放心不要害怕你们其实是不足的 这是这样理解啊对对对你突然这样讲 直接就是个大翻转呢这了我一直没讲 哦应该 我看亚哥研究的是真是很深 就是啊他显得太厉害了 它是很有内心的力气,比我们远远要深 对,我学的都是表面的东西 雅各的问题我都得花半天时间才能够搞明白一点 是,我就走马观花的先看一个大概 真的每次雅各提的问题我连想都没想过 所以真的差得很远 雅各研究是研究型的 我们是 proud engineer 非常精彩的工程 他们教会的人有福的,你有他在这里给讲 我们也有福 雅各给我们做这样的深度的司法 也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是一个激励 对,对我们是一个出镜 是的,我们这群人里有雅各真的是 特别丰富的感觉 其实雅各圣经中对施美拿教会的描述 其实对当今也是非常实用 我也是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好像就是说 嗯,社会上也是很多 对啊,我就看到这个讲解之后 我都感觉哎呀,好多人 为什么,确实这个咱们生活当中也说啊 好多人的苦都是自己找的呀 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脑子混乱 然后是一厢情愿的这样 还有人就是这个 别有用心的这个去引导 不过是美拿这个呢,还好 因为他我估计吧,是美拿他还是出一种 这个比较好心吧,他觉得那个这样 这样,但是他这个毕竟还是错了 就对照神的话生活真是太好了 我这么爱学,我就是在神的话里面看到自己的问题 总觉得自己真是差的太远了 就是对照神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哎呀,真的是真是一个人生的指导说明书 就感觉真是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反反省当中 就是怎么能做的那么好 我现在做不到 嗯,就是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好像不太理解哈 就是我觉得 这个经验就是这个经历是是告诉我 呃,困难的时候 然后我圣经的言语读了以后 我就认定 我想我就这么去照着圣经去做哈 虽然当时也并不知道为什么是是就圣经是这样讲 反正我就是认准了圣经说的没错吗 就使劲照着去做 做完了以后呢 还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说成功哈 很有很好的成效 然后直到现在学了这个史工的这个史工的书之后 才明白是为什么 挺有意思的 嗯,真是 你要遇到苦难的时候 嗯,你只能是依靠主了 是吧 嗯,真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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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因为我当时真是感恩这个主的这个救赎 因为我要是生在2000年前我也会跟那些人一样的这么这么的就是说邪恶哈 对 这个有主的救赎我们生在当今这个after就是说在有的救赎之后我们才有希望能够跟随主 所以就是说你就主的救赎简直是就是我们的命哦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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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而且这个史工书我觉得读起来这么道理这么明白为啥有人就反对有人就不能读呢 我就是 包括我给家人有时候传递一些一段一段话 我感觉这个道理说的多清楚多好啊 都能解开人生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圣经说了这个 就是字面上说了你就 就不要再加就任何东西都不能加 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我 其他的这个圣经学习组里说史工的这个这个啊 对我 我我理解的史工的这个 你马上就问我能不能指出来圣经在哪儿讲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死教条 你要学的是真理 只有真理使人得自由 你总是死教条 神的话也不能说让我们完全不理解处于迷糊状态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灵性的自由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真是 这个很多人 很多很多人这个不愿意接受的原因是就是僵化 他他他他他已经他已经被被一些教条僵化了 所以他任何东西稍微有点新的或者有点他自己可能觉得觉得不一样的 其实并不是不一样只是他不理解 所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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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马上就拒绝 根本不思考根本不不不不不不看一看这里面到底说的啥 我今天读到一段还是说的说到就是当地教会的这个状况呢 就是说他们一旦确认为是自己那个自己的时候就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其他的那个信息啊就回避啊 他们那个门就关上了 就是说就是他们一旦确认为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之后跟自己不一样的 他们就会本能的排斥 就他们就把这下门关上了 他们完全不能够就是进来这样子 时光也不断在讨论就是教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他们会被离 也是不一直在一段一段的叙述 所以那也真的是哎呀很可怜的我觉得这些人 他就他就已经打不开这扇门了 所以我们很幸运呢 我们我们一直在追求 一直在这个这个在真理的这个探讨当中思考当中 嗯我一直在我也是一直在有些不明白的我一直在询问 一直在心里在想然后在到处找这个答案 反复去思考然后一直在想就像说那个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 这件事预示了什么呢 是不是预示着我们要是不活着新的生命就根本不能接 不能明白主的话呢 这个一直一直就是对有些不理解的地方就一直在追求在想思考 所以也可能是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神就把我们带到这来的 然后我们的答案就都有了 真是感谢主 这个红英说红英发的这个短信好多教会的牧师都不接受 我今天发给我以前的牧师他也不认可 他说史公说的零的讲得太多了 读了受干扰 这个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我们也不可能勉强别人说你不接受是不对的 你不接受人也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很喜欢硬的这种他的思维方式 就像我上次讲的这个他去南非上面挂了一个神上帝是三个格位的 他马上就说我因为有很多教会会这样说 他就说我不是说去去不测其他牧师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我们觉得我们理解的对可能别的人 他们就认为我们理解不对 所以我说硬的这种就是这种思路 就是说作为人来说 我们就是根据自己有限的东西来观察 来对答来来来来这个处理这个这些问题 所以他很谨慎的你看他说话就是非常的 我不是说对你们的牧师来不测他们 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这是最对的方式 人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说我们自己学的理解都是对的 就是我们是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在前进 这是最重要的 我这是从硬子里学到很多他的思维方式非常好 对 所以我特别感谢 就是真是把这个书给翻译过来 我就从心里我就感谢就是你看我读了这个 刘老师这边翻译的试探啊重生啊都特别好 还有那个之前两年前了吧 已经讲的那个成绩的概念呢 还有咱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讲的那些啊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我就真是就打开了这个宝藏 就真是就对这个整个时空的书的理解 就特别能够那个能够能够容易理解 我心思我要一开始不学习到那些成绩啊 我可能在理解当中可能也理解不了 比较比较那个清楚 所以一开始那些学习啊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这从心里我就一直感谢翻译者 刘老师啊还有一滴水啊 还是是谁啊 他们翻译的翻译翻译出来的人 真是给了我们打开的宝藏之门 要不然我们不懂的英语的 然后也搜索不到的 那这一辈子就接触不到这真理了 所以真的是如果能够真是能够 能够为主能够做点什么的话 真是那真的是也是福气 所以刘老师也是 我觉得你也是肯定是有了福 有了这个大恩的 我们都做不上 没这个没这个能力 只能享受你的劳动成果 感谢主 你的参与 你的 你讲的这些东西都对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很有价值的 这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也是一种很好的参与 我们还要感谢马琳呢 马琳这个现场 他现场翻译是最难的 对 他要反应非常非常的快 那种经文我有时候跟不上 就是 Revolution 往888翻 然后就想 哎呦 起思路 有时候就根本就对不上 好这个东西也是很难的 非常难度的 这个因为马琳他在这个口 口头翻译 这个一块 他是他们在教会里多少年下来 进了一起来的 这个真实 我们也感恩了 真上帝 真是感恩 给我们这个组里面有那么多有才华 就是给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学习 真是一种幸福 真的是蒙福 你说的真对小一节 真的是太感谢的 就是天天都感恩 谢谢大家 那个 那个Amy说的我也很赞同 有的时候就是说 我觉得史公的这个著作 真的是不太好翻译 哈 我觉得这个广斌和这个一滴水 他们这个这个整个这个小组 还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 对 他这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词汇的问题 有很多 因为他不同的 就包括史公 我英文 我们不懂拉丁文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按照 翻译成的英文来看 就是同样一个 同样一个概念 在不同的书里面 好像用的 用的英语都不一样 所以好像有的时候 就这个 怎么样用中文 用什么样的词汇表达 这个概念 好像有的时候 也是很 也是很非思量 这是 这是其中的挑战之一吧 只能说是之一了 感谢主 感谢上帝让广兵 早一点退休 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你要不退休的话 你还没时间做这些事情 上帝一定有他的安排 对 这个我倒也相信 那段时间的 好多年以前 有一段时间 就心里面好像就 非常急切的那种 敦促 好像就一定要找找 那个 别人说 说是关于什么 死后的问题 你不用考虑 因为圣经没说 就是上帝不让你知道 我就不相信 我就觉得 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 这个方向就是 我们死了以后到哪去 我们死了以后什么样子 如果不让我们了解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我实在受不了 所以就一直在找找找 终于找到了这个 所谓的东西 应该说应该 这是不是自己的东西 不是自己去做的 真是上帝那个 那个在堵 在鞭策里 你这段时间你得去找 你不找不行 自己虽然不知道 但是说心里面就有那么一种 一种好像逼迫 有那么一种冲动 真是 都是盟主拣选的 真是 感谢主 这个 洪云刚才有加来一句话 对的 是的对别人不掌控 也不抱期待 不在别人的身上 寻找自己的快乐 我们就自由了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不在别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快乐 要在自己身上 感受别人的快乐 这才是正确的 在别人的身上 感受自己的快乐 那是错误的 讲的太好了 很哲理 谢谢洪云 我看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吧 好吧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各位的讨论 谢谢各位的讨论 非常积极 晚安 谢谢大家 下周见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各位 多多保重 走 呼喽